新冠疫情之下出現遠距工作 和大辭職潮 讓社會重思工作模式 英國一些公司為了吸引或留住人才 轉向週休三天不降薪 這間倫敦的桌遊公司早在二零一九年 就嘗試週休三天 隔年正式永久實施 從此之後公司的收入翻漲三點五倍 不過小公司碰上營運忙碌期 員工彼此之間 其實有不成文規定 將週休三天暫時喬回兩天 同週共計 共渡難關 而這間在愛丁堡的行銷公司 在二零二零年也推休週休三天制 特別的是他們編出週一到週四 週二到週五的雙班制 確保每個工作天 都有人在場接待客戶 公司的利潤從此成長三成 生產率上揚百分之二十四 鏡頭跳到牛津的這間公司 他們從二零一八年 就已經週休三天 還提供遠端工作選項 員工減少了通勤次數 環保又省錢 成功的例子不升美舉 英國今年六月開始 已經有七十一家企業 旗下的三千三百名員工 在不減新的前提之下 進行為期半年的週休三天實驗 我們不只是在社會上 但在國際上 最好的技術 週休三天不僅大幅提升 員工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 生產力也不減反升 在職場上還更有合作精神 大大促進企業競爭力 員工企業全球氣候三方受惠 週休三天原本令人難以幸福 現代大家躍躍欲試 金新聞 曾一中 江振興報導 Kanal 我們在資訊宣傳遷 小金融機 全球人 最後一班人 也有兩千萬人 我們在座維 最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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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新的地方 水平